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全球进行室 我是廖方杰为您整理国际大事 首先来看到的是 相隔75天之后 北韩再度发射飞弹 这一次是朝日本海方向 试射洲际弹道飞弹 不但高度超过了4000公里 飞行时间更达到了53分钟之久 最后掉落在日本青森线的外海 不过南韩军方随即 也就在6分钟内 以3枚飞弹来回应 而平壤当局宣称 这一次试射的是 火星15型洲际弹道飞弹 可以搭载超大型重型的核弹头 射程范围可以涵盖整个美国 相隔两个半月 北韩再度以飞弹 惊醒东北压 尽管这枚飞弹 它的飞行距离并没有太远 只有落在日本青森线的外海 是在日本海的海域里面 并没有飞越日本的上空 不过这枚飞弹 因为它的飞行高度非常的高 而且它的飞行时间 是达到了53分钟 北韩故意挑载 台湾时间凌晨2点17分 从平安南道的平城发射 这也是截至目前 北韩发射的第4枚 洲际弹道飞弹 北韩国音电视台 当家主播李春姬 满脸笑容地宣布好消息 还公布了金正恩 签署试射命令的照片 趁机一阵子之后 再动作的北韩 这回发射的飞弹等级 果然不容小觑 这枚火星15型洲际飞弹 采取最大高脚发射方式 飞行高度4475公里 距离950公里 飞行时间将近一个小时 远远超过以往 如果照正常角度发射 它的射程可以达到 一万三千公里 已经可以打到美国东岸的 纽约华府甚至迈阿密 金正恩再度展现武力 美日韩三国元首 立刻热线通话商量对策 就在北韩凌晨试射 六分钟之后 南韩军方从东部 朝日本海上的南北韩边界 试射三枚飞弹 回进北韩 展现及时因应的能力 中方对朝方有关发射活动 表示严重关切和反对 北韩核弹威胁在即 夏威夷在魁为25年后 恢复核弹空袭警报测试 往后每个月的第一个工作天 都会听到警报声 北韩试射的洲际弹道飞弹越来越精良 研发进展神速 美国不得不绷紧神经 北韩一旦真的在太平洋引爆核弹 美国和北韩之间恐怕是难逃一战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北韩这次发射的飞弹 已经是今年第七次落入日本的经济海域 让日本大为紧张 首先安倍金三立刻要求联合国召开紧急会议 希望能够找出因应之道 除此之外 日本本身也不断地强化自己的自卫能力 日本宪法第九条 从放弃交战权的和平宪法 渐渐转向为被动出兵 日本自卫队这几年被拉到第一线忙得不得了 29号天还没亮 日本首相关顶气氛紧张 路上发防号外 日本时间29号凌晨3点18分 北韩冲着美国试射火星15号洲际飞弹 骄傲地表示射程已经能达到华盛顿 但是比起美国 日本反而更担心 因为这飞弹就掉在日本海域内 隔了两个半月 北韩这回发射新研发的火星15型 还落在青森县外海 日本民众心惶惶 首相安倍晋三更是火大 随着川普制裁手段越来越强硬 金正恩研发核武与飞弹的决心也更坚定 夹在中间的日本只能靠军事自保 在安倍一步步领导之下 日本宪法第九条 从放弃交战权的和平宪法 渐渐转向为被动出兵 日本自卫队就像是从后勤单位 一下子被拉到前线 根据统计 因为钓鱼台的关系 日本航空自卫队去年紧急升空的次数 比过去十年还多 而这一年来 北韩的飞弹威胁 让海上自卫队也是忙得不可开交 这一艘艘的军舰 可以在五百公里范围内 同时处理上百起威胁 一旦苗头不对 就能直接从海上发射飞弹 特殊的垂直发射系统 更会加强攻击力道 安倍晋三上任后 日本国防预算连续五年增加 2017年度更砸下5.1兆日元 创下过去最多一次 安倍一步步打造日本军国 虽然速度不快 但没关系 因为日本靠着强大的经济力 与美国紧扣在一起 更何况日本还有联合国可以撑腰 因此不论如何 对于北韩的飞弹威胁 日本自身似乎没在怕 总是与美国同调 成为最坚定的盟友 TV新闻座报道 朝鲜半岛局势诡诀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 就跟着战斗机的飞行员 在南韩的群山基地进行演练 从空中训练到地面部署 包括了从高空到高空的基本操作 还有一些基本轰炸模式跟演习 看怎么对抗北韩的威胁 战斗机快速升空 眼前世界立刻垂直呈现 CNN记者跟着飞行员 在一万三千英尺高空 紧贴以备抵抗地形引力 南韩群山是美军驻韩的最南端基地 也是F-16战队的所在地 只要12分钟就能飞抵北韩 南北韩一旦开战 群山可以容纳比现在人数 多四倍的军力 就连女性也能参战 不只增加空战实力 美军也提升陆战防备 抵御北韩任何攻击 根据韩联社最新消息 美军将在下个月派出6架隐形战机F-22 到朝鲜半岛加入12月4号到8号的美韩联合演习 美国在南韩部署的军备主要以F-16战机为主 但随着北韩挑衅加剧 美韩也考虑部署更多战略武器 对抗北韩的战斗威胁 有新闻总报道 一名逃离北韩的女兵 最近接受英国BBC电视台的访问 她说北韩的军中生活实在很艰苦 兵期长达7年 是全世界兵域期最长的 再加上资源匮乏压力很大 所以很多女官兵年纪轻轻 就已经没有生理期 而且还得面对在军中被性侵的恐惧 就好像生活在地狱里 为什么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 也要逃离北韩 数也数不清的脱北者 用各种方式沿各种路径 离开那个宛如地狱的国度 也带出了铁幕下的北韩故事 这是南韩媒体制作的脱北者节目 他们邀请的来宾都是曾效力过 全球第四大军队的女兵 这些女兵被要求脱光医务 只为了证明自己的 就算进了军营 不代表生活就有保障 因为他们可能得面对险恶环境 曾有脱北者偷拍北韩军营内幕 那是在2006年的平壤 为了金正日生日的阅兵 甚至连十六七岁的高中生 都被强制动员受训 他们的右肩贴上号码牌 以攻辨识 在另一头的高台则有督导监视着 他们的每一个动作 严格的训练只为了可以在阅兵大典上宛如男生般提出有力和标准的正步 而且在镜头背后 我们看不见的还有更多对女性的羞辱和数不清的性暴力 尽管如此 北韩女性还是争先恐后地希望能进入军队服务 因为流落街头的北韩女性 下场可是不堪想象 年纪小的可能会被人口贩子绑架带走 成为为国家赚取外汇的奴隶 年纪大的甚至得想办法打扮 这是为了能吸引男性注意 透过新交易来让一家五口 就是因为这样的地域生活 才让北韩人只要找到门路 即使得冒生命危险 也得拼一个逃离地狱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